你是喜欢运动的人吗? 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 运动和我们在空闲时间进行的其他活动不同 运动可以帮助我们充分利用空闲时间 锻炼身体,保持身体健康 有一些运动不需要花很多钱就可以学习和玩 而另一些运动则需要花费成百上千美元 才能让你参与其中 大家好,我是阿Wing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世界十大最昂贵的运动项目 我们通过简单的逻辑可以推断出 如果一项运动涉及到五项完全不同的运动项目 那么它的价格就会非常昂贵 而这也是为什么现代五项能出现在这排行榜上的主要原因之一 现代五项包括五个项目 赛跑,射击,机舰,游泳和马术 由于这些运动项目完全不相关 所以,参赛者需要分别聘请五名教练 并为五个项目购买完全不同的装备 毕竟你不能在射击时真的使用肩膀 还有,马术是这五项运动里最昂贵的 我们都知道一匹马有多贵哦 很少有运动能与飞蜀装滑翔相提并论 毕竟有多少运动需要你像滑鼠一样 滑翔在地球表面数千英尺以上 然而,对于人类来说 挑战地形引力并不容易,也不便宜 事实上,它需要花费很多钱 飞蜀装滑翔被列入世界上最昂贵的运动的原因 是2500美元的飞蜀装本身 穿上它,并从飞机上跳下来会增加提升力 但也会减少你的银行余额 你还需要支付跳伞课程 飞机租金和天文数字的保险费 这个冬奥会的主打项目 对你的钱包也是非常冷淡的 雪橇本身的价格约为25000美元 制作自己的雪橇赛道可能要花费数百万美元 这项运动的教练数量非常有限 因此每一个教练都非常昂贵 哦,别忘了,这是一项团队运动 所以一切费用最后都会成一事 这项运动有点矛盾 毕竟人们最不能把热气球和速度联系在一起 然而,这是一项真正的运动 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球迷 如果你想知道 为什么它会被列入世界上最昂贵的运动 原因是 一个热气球的价格约为2万美元 给热气球充气的费用可以达到9000美元 一旦加上3000美元的飞行员执照费用 这项运动就会变得非常昂贵了 专业水准的跳台滑雪 是一项非常昂贵的运动 也是世界上最昂贵运动的永久固定项目 每年的开支 包括滑雪设备、教练 滑雪跳台等 总计约10万美元 想要参加这项运动 唯一现实的方法 就是获得赞助人的帮助 它是奥运会中最有趣、最重要的运动之一 运动赛事里包括肾装舞步、表演跳跃和三热赛三个项目 想参加这项运动 你需要购买、训练和维护一批纯钟马 每年花费高达20万美元 当然它会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运动项目 原因是 这项运动主要是给有钱人看的 马球是世界上最昂贵的运动项目 即使你只需要一匹马 马球要求至少四个人参加 你自己算算吧 这种运动的成本可以高达100万美元 马球还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伤害 成绩合时 人类只需要用绳脂肪驻竹竿 就可以漂洋过海 然而 那个时代早已过去 现代的帆船 是世界上最昂贵的运动之一 想要出海 你需要一艘帆船 而且 有些帆船的价格 会比最昂贵的超级跑车还要贵 帆船的维护费用 也是非常昂贵的 还有船员的费用呢 你还需要找到一个地方存放你的船 因为你每年只使用两三个月 每辆F1赛车的价格 可能超过100万美元 即使你想开别人的车 你仍然需要带上自己财力雄厚的赞助商 有时候 最低赞助要求可以高达19万美元 还有 这些F1赛车也是非常脆弱的 所以 赛车的保险费会是一个天文数字 难怪这项运动会迅速上升到 世界上最昂贵运动的榜首 如果说有什么运动是为了花费大量金钱而举办的 那就是怀地安格体育节了 这个活动每年在新西兰举行 射击直升机比赛 汽车比赛 动力停比赛 水上摩托停比赛 和跳山比赛 这个比赛中 都散发着一种气味 钱 那么 在这些超级昂贵的运动中 你打算尝试哪一项呢 感谢你观看我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 请帮我点赞分享 谢谢